跟大家報個小料啦 就是高宏安此前在這個 案件的進行過程當中 高宏安一開始跟民眾黨中央 其實是蠻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黨中央呢 分成兩派嘛 有一派想支持高宏安 有另外一派呢 就是認為說高宏安 畢竟是郭來的人 這一次有人說 為什麼高宏安沒有 鴻海法務團隊的期間協助 我跟你講 這個BB沒有出手反打 就已經很 這也很難的 很給面子了 對 沒錯 很給面子的 因為郭台銘對判將下來是不熟的 對 高宏安當時去選新竹市長這個事情 沒有跟BB講好 但是跟柯P講好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這個 郭台銘當下是不開心的 沒有他不開心的情況 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忘記 可能你忘記了 他連幫高宏安站台都沒有 高宏安的案子呢 我們是不是這個 其實可以幫大家做一下這個說明 整個現在的狀況 那等一下我們也來看一下 高宏安本人的一個說明 高宏安最新的消息 不然我們先看高宏安最新的消息好了 好不好 高宏安怎麼說呢 高宏安進來啊 直接宣布退黨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法官金的宣判和十幾年來長期累積過無數個助理非案的判決主流穩定見解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異更事前所未見 針對一審的判決我絕對會提出上訴 我也要在此禁告 想要利用政治惡意操作來攻擊市府運作的人 你們不會得逞 市府團隊絕對會依循穩健步伐賣力向前 不容許有任何狀況傷害到新竹市民 最後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 即刻退出台灣民眾黨 謝謝各界的關心 錢這過去你蠻常訪問高宏安的吧 其實我跟你講喔 高宏安這件事情我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因為那一天我還記得是在這個2020 那個時候高宏安那個時候他的辦公室 那時候檢調大動作去搜索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時候就是在那個中心大樓 我們在他的門口 那時候檢調單位 那時候他們其實也是靜悄悄的去搜索他的辦公室 包含拿出他的所謂的帳本帳冊以及電腦等等 那那個時候他們還跟我們玩躲貓貓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候他的那個主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叫高宏 小兔嗎 沒有高宏宇 那個時候的主任叫高宏宇 然後他就是那個時候他跟我們玩躲貓貓 原本說5分鐘之後要出來 結果拖了大概30分鐘 然後搞了一個吊虎離山之際 他們先從做從這個8樓做到7樓 然後再換電梯走樓梯衝下去 那我們知道中心大樓的那個 他的辦公室中心大樓 他那個樓梯非常的抖 然後那時候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那記者第一時間到底要幹嘛 當然是衝啊 衝啊 找人啊 已經來不及坐電梯了你知道嗎 就直接那個抖啊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攝影拿著機器 跟著我追跟著我跑 問他說現在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知道其實高宏安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今天他退出民眾黨這個決定 我們可以知道他已經在替民眾黨做切割跟止血 因為坦白講這個一審宣判其實判得非常的重 是7年 那這個7年來講對於高宏安 等於是他政治路上幾乎等同是判了死刑 他等同是判了死刑 我這裡引用那個早上我訪李貴茉委員 他是大律師嘛 他直接說二審翻盤機會幾乎沒有 他說輕判只有你先認證 如果你不認那抱歉就是這樣 所以非常困難 他是認為只要二審這樣判下來 大概政治就死刑了 因為貪污之罪條例 現在有一個終身不得參政條款 等於是政治死刑 陳志忠就是這一條就掛了 所以當時阿扁還一度說他不想活了 還記得沒有 所以高宏安這一次這一判 不是是判在他身上 而是判在了他的終身 是整個身上之外 他的政治的外衣效應才剛要開始 而且我認為說現在的民眾黨 其實這件事情在早上11點左右宣判之後 大家都在等說民眾黨的回應在哪裡 民眾黨到底有什麼樣的說法 那可是沒想到都等不到 沒想到先換來高宏安退黨 那高宏安退黨這個東西明明很明顯嘛 就是民眾黨早就已經沙盤推延好相關的劇本 也就是說一審宣判的結果 如果是對高宏安是不利的 現在判刑是有罪的 那如果是有罪的情況底下 高宏安該怎麼樣來跟民眾黨做切割 因為我們知道新竹縣跟新竹市 在2024年總統大選 柯文哲在得票率上面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不能沒有新竹縣市 那如果因為一個高宏安葬送了民眾黨 那民眾黨該怎麼走下去 難道是要跟高宏安一起死亡一起沉淪嗎 現在高宏安最大的危機啊 不是只是司法的追殺 對他來講最大的危機是罷免 如果他不退 現在當然我們先講一下形勢是這樣 根據這個貪污之罪條例的話 一審宣判縣市長是停職 他依然是新竹市長 但是他不能行使職權 這叫停職 然後由他的副市長代理行使職權 所以這個我看早上某綠媒寫的標題很爛啊 寫代理副市長 這錯誤的用法是副市長代理 這邏輯完全不一樣 邏輯不一樣 副市長代理 那他現在的副市長 因為他是省匣市的 人口比較少 所以他只有一位副市長 那這一位就是前民眾黨立委邱承遠 所以剛才其實其恩的分析 我是蠻認同的 他應該已經跟民眾黨談過了 其實我跟大家報個小料 就是高宏安此前在這個案件的 進行的過程當中 高宏安一開始跟民眾黨中央 其實是蠻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黨中央呢 分成兩派嘛 有一派想支持高宏安 有另外一派呢 就是認為說高宏安 畢竟是郭來的人 但是郭雙頭壓寶嘛 一邊壓親民黨 一邊壓民眾黨 那高宏安就是郭派用民眾黨來的人 當時戲稱叫大老闆小老闆 我敢講 為什麼 郭來銘是永遠大老闆 郭台銘在郭辦的代號叫BB BB 這是他的這個 我講到這個就知道他來了 這我都有確切消息來了 所以其實是很緊張 那可是呢 高宏安當時去選新竹市長這個事情 沒有跟BB講好 但是呢 跟叫LB嗎 Little Boss 沒有啦開玩笑 但是跟柯P講好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這個 郭台銘當下是不開心的 沒有他不開心的情況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忘記可能你忘記了 他連幫高宏安站台都沒有 對 那個時候要不是國民黨 呃呈現一種就是太弱的情況底下 林根人成了邊緣人 然後國民黨的所有的那個議長啊 副議長全部都去支持高宏安 還有包含政政前委員 對 全部都倒戈去支持高宏安 高宏安才撿到這一席 對 當初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 一開始導致高宏安跟郭台銘斷線 所以這次有人說 為什麼高宏安沒有鴻海法務團隊的企業協助 我跟你講 這個BB沒有出手反打 就已經很 這也很難的 很給面子了 對沒錯很給面子 因為郭台銘對判將向來是不熟的 對 好那回過頭來 可是他後來也跟柯文哲斷線 為什麼 因為高宏安到了新竹之後 高宏安是有職位的 但柯文哲是沒職位的 然後呢 牽涉到這個案件的發展 那這個案件的發展 你還記得柯文哲當時態度很曖昧 他到底要切還是不要切 後來是選擇 用黃珊珊的說法 對不對 不是貪污嘛 是有可能是 他是用了一些 可能是有侵占 或者是業務執行之類 他用一個比較輕的罪 但大家覺得那個解法也不好 但整體來講 民眾黨中央就是有遲疑 再加上這個民眾黨中央 還有所謂的柯媽派 柯媽派裡面最大的幹將是誰呢 就是柯妹 柯美蘭 柯美蘭 女柯P 所以其實民眾黨內部 對於這整個系統是很混亂 因為柯妹有個特色是什麼 他是柯家的核心 但是他不是民眾黨的核心 所以他出現了這種領導權混亂狀況 所以也就造成說高宏安的防波堤 一直做得不好 那這個防波堤做得不好 還有一個程度是什麼 還有高宏安本身 他對於案情他不願意太多的給民眾黨的同志們知道 他的黨內同志 因為這個我跟民眾黨的一些 他們的這個同黨的黨員 尤其是民眾黨的這個 比如說台北市的有公職的這些議員 或者是他們黨內的明星 同台好幾次甚至包括在綠媒 他們講的還比我保守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管道可以獲取資金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重點是你還沒黨籍 對 那我還被 我還因為 但是我那時候還是被小草追殺 因為小草都說我就是偏頗 但是藍的說我是歷史科 白的說我是被刺仔 那時候很麻煩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過程我非常清楚 到了那個程度的時候 那高雄為什麼這樣選擇 因為高雄安設案的關鍵 其中一個是他的男朋友 Jack李仲廷 他跟他非常保護李仲廷 或者反過來說高雄安很多事情 Jack不點頭 他是沒辦法處理的 對 所以今天我敢講我都敢說 就是我們把這個案情換言 所以導致高雄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跟民眾黨中央是斷線的 甚至包括秋成遠去新竹市 這件事情都是高雄安子的主義 而不是柯文哲的主義 可是今天他宣布退黨這件事情 我認為跟前幾天 柯文哲終於決定去看高雄安有關係 就禮拜天的嗎 對沒錯 那也就代表說柯文哲自己也知道 其實內外形勢 那個時候有一個關鍵你可能忘記 是您說 那個時候柯文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那時候去這個新竹縣市上個禮拜天的時候 他其實在黨內的一場座談會上面 他講說民眾黨最大的優先條件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檢討改進 也就是說其實柯文哲早就知道 這個判決的結果會是這個樣子 早就知道了 只是說該怎麼樣來跟高雄安來做切割吧 對其實我覺得去高雄安不是有現身嗎 民眾黨一直有聲音要跟高雄安切割啦 我可以打包票 因為比較麻煩啊 我剛才講了嘛 民眾黨的黨中央柯文哲說的算嗎 就黨務來說當然是要柯文哲說的算 可是現實狀況是複雜的多啦 他層次也很複雜很豐富啦 大家不要看民眾黨小歸小 他其實他的決策是有很多個層次感 民眾黨過去的話他的秘書長 相對來講就是跟黨主席關係一直都不解密 一直換到周餘休 周餘休就非常清楚就是柯文哲的命令 他會去貫徹 一定要執行 對要去執行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回來當陽春主席之後的一個狀況 可是整理來講呢 他還是柯文哲還會受到就是柯媽派的一些影響 柯媽有時候是直接打電話給柯文哲的 這個是一個 所以柯媽是地下黨主席 這個就你說的沒有啦 我沒有講 但有人就質疑這個嘛 那所以整理來講他混亂 那我是覺得那天我看到那個時候我知道 就是民眾黨終於有做了一點決定 但現在決定的最大的點是 還有一個東西在拉扯 只有高萬安自己可以決定 柯文哲也影響不了他 就是一旦被判刑了 很有可能政治生命是結束了 對 那可是問題新竹 如果說高萬安二審又被判刑 要直接拔 拔了之後可能已經超過任期的一半 中央要直接派帶 那如果說高萬安直接辭掉 現行直接要補選 那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對民眾黨現在比較有利呢 還有一個點是 高萬如果不辭的話 罷安的一個 醞釀是非常強的 而且可能是面臨藍綠夾沙 因為高萬安這個在新竹上任這一年多 對 這個一年半差不多吧 因為2022年11月嘛 上任嘛 然後現在是2024年的7月 超過一年半了 那在這裡面呢 還遇到一個問題是 高萬安上任之後 始終沒有辦法非常好的整合 新竹的地方派系 包括他跟議長許修瑞 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另外就是民眾黨的議員 在新竹人數很少 只有兩名嘛 而且都是菜鳥 有一個還是網紅Sindy老師 我還訪問過他呢 轉職了 所以他們跟這個所謂的傳統的莊角 新竹這地方是新舊相察 新竹市 因為新竹市很傳統的廟口 那也有一些新的住民區 但因為新竹市市區很擁擠啊 所以它的主要科學人區的人口啊 住在新竹一部分另外都住到竹北 甚至往竹南去住了 所以新竹的問題複雜 就在它的地緣結構很複雜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可能來自罷安的壓力 不僅來自綠的 也有可能來自於藍的 的一個狀況 也有可能出現這個狀況 當然會不會這種狀況 還是要高雄安自己能不能去處理 所以高雄安這個事情開了一槍 但是我這邊要譴責的是什麼呢 就高雄安看到鹽眶案子喔 然後對比鄭文燦的案子 是非常的荒謬 你不覺得嗎 鄭文燦的案子 這個五百萬 然後呢 這個現在當然還在辦理當中 都還沒有判出來嘛 可是呢 好像高高舉起線 後面就沒有後續了 就擺在那邊了嘛 那高雄安這個案子呢 加上這個鹽眶案子呢 就這麼巧就選在今天 當然本來是研判了 本來就這個禮拜要宣判嘛 今天 今天一宣布之後 哇那本來高雄淹水的新聞 就削弱不少嘛 所以我只能說 新聞學的魅力永遠都在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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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